藏族慕名 脸上欢欣 来自手上的发放通知单 依需领取过动物资 现场一家人歌曲 仔细听还是藏语本 得着这首歌 要唱给藏族的老乡听 我用课语的时间 和藏族同学一起练习 最后一段三 三分五十 二十一秒到四分 到最后就唱了 希望青海艺术的老乡 感受到这个歌里面的温暖 让这个歌里面爱 和大家一起 度过这个冬天 这位多男爷爷 不急着领务资 反倒急着摊开手上泛黄的纸 是他珍藏二十三年前的 慈激发放通知单 从内心深处 只能去感恩你们 去祈祷你们 让他的资讯孙生们也能知道 是这些人 帮助了我们这个家庭 多男爷爷的家 距离发放点二十公里远 志工相伴返家 爷爷一进门 只往卧房里去 拿出放在柜子最底层 一九九六年血灾 刺激给的生活补助 他硬是攒下来的五十元 那当时那么困难的时候 你怎么把这个钱 没花掉保留下来的呢 他说他搬了三四次家 然后这个钱 要么是放在一个 谁都不知道的地方 就他自己知道 然后他家人也不知道 要么是他带在身上 一直带在身上 搬家的时候一般都是带 就相当于我们带护身符 一直要带着嘛 但是现在这个五十块钱 他说他要一直放着 也要告诉他的姊子孙孙 他的姊子孙孙说 这五十块钱就是 就是台湾当时给的 就是说刺的 然后他要一直要留在心里 当做留念 这五十块钱是你看 一九九零年的 哎呀 太有心了 见到你嘛 他开始离屋子那开始 他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特别的幸福 因为他之前九六年的时候 他不是零了一次嘛 然后说去年又零了一次 三月份又零了 这次又零了 你看到你就感觉见到家人 说你们对他的帮助就相当于连父母 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没有这样照顾过 话当年的同时 志工赶紧送上特制的家后毛毯 老爷爷这般赤诚 让在场所有人暖到不受寒 爱到了海拔四千公尺高原 如此清透 如此动人 带新闻张勇 边境 青海报导